新台湾星光大道 接下来的话我们关心一下 在这个蓝绿之间的话 现在经过了选举辩论之后 似乎另外一轮的攻防又开始了 这次是从地方上面来发烧 在这两天包括袁佳南 包括中张头都非常的热闹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包括宋楚瑜 蔡英文 周美清 都在这个附近 在进行相关的一些活动 或是一些辅选 当中的话在装画部分 尤其是在昨天传出来 是不是绿营连续的拔了国民党的装 包括两个 一个是讲张化县的田中正的镇长 他似乎对于卓博院县长的做法 有些不满意 因此他见了蔡英文 但是卓博院他在昨天第一时间 也出来说了一些话 而另外一个的话 是织袜工会的理事长魏平奇 他曾经是国民党 在整个F法的相关广告当中的 男主角之一 他力挺马英九的ECFA 但是昨天自由时报的相关报道 却说他似乎转而挺蔡英文 但是这个话题在今天都有相关后续 第一个昨天魏平奇 力奇跳出来说他被设计了 被民进党设计了 那今天的话 蔡英文在云林的时候接受访问 他说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长相斯文 他是知名本土丝袜叶第三代魏平奇 由传产F4称号 过去力挺ECFA 周一与蔡英文密会 投下震撼弹 魏平奇还拿了三只满满的小猪铺满 送给蔡英文 照片被拿来做文章 解读成小英霸装成功 任何人想要来关心我们的地方的 织袜产业 我们都非常欢迎 不要说是马总统 或是小英主席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 礼貌的代客之道 原本私人行程却有亲密媒体出现拍照 营造出被拔装的气氛 魏平奇下午还再发出声明稿澄清 自己依然支持马总统的政策 表示自由时报的报导是断章取义 魏平奇曾替EFA反映拍广告 还曾出借工厂让马总统录制 治国周期 魏平奇过去和马关系良好 以至于这次和蔡英文会晤 格外引人联想 不只魏平奇蔡英文还败会了国民党籍 田中政长郑俊雄 说我会挺立或是挺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党派 我目前说实在的 我还是无法去针对这个做承诺 不管他们是公开的支持 或是私底下不愿意曝光的支持 我们都感谢他 前一天败会的人这天都没有明确说 要挺英家沛 蔡英文把装成功几分 很难说但已经成功营造挺进蓝营 攻城略地的感受 主流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在台17线造势中 特地安排行程看抽水站 除了沿路败庙 蔡英文也希望把主轴拉回 关心基层而不再霸装 这些拔装的事情 老实讲 其实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天的座谈 其实应该是一个 蛮有建设性的座谈 只是不晓得为什么被外界 解读为业者 转向或者是业者 有他们不一样的这个做法 那么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我觉得选举 双方的竞争 事所难免 但是我们真的不要伤己无辜 这话像是说给青绿媒体听的 字画工会座谈见光死 蔡英文似乎也很无奈 但选战总是停不下脚步 连续两天传出绿军拔篮装 对手阵营也马上反制 马总统到斗六开行动中场会 宋楚瑜在卖聊跟相亲座谈 加上蔡英文还在台17线造势 云林超级星期三 蓝绿局兵家必争 其他的政党的候选人 在这里的竞选活动 或者他们的党务活动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也不需要多做评论 但是有一件好事 就是大家都到云林来聚焦在云林 这个怎么会是防守的议题呢 蔡英文心里想的或许是开拓票源 而非故状 但眼看对手来势汹汹 绿军早就严正以待 见招才招 中文系黄建言绿桥 A市小组云林 参谋导 欢迎大家到云林来 突然之间这个蔡英文 好像这个云林县长的感觉 不论如何 事实上呢 确实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呢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攻防 但是呢 刚刚蔡英文所讲的说 这个好像只是一个理性的座谈而已 他觉得很有收获 就没想到呢 既然有人这样子的报道 这样子的渲染 说是拔庄 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 甚至说呢 不要伤及无辜 咦 运鹏你看 这个是不是跟大家理解 就是说这个事情 真的是纯粹绿媒的错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 都是自由时报写错了 是这样子 他刚讲的是织化工会 不是讲镇长 织化工会就是自由时报的图办 那织化工会我倒不认为他算拔庄 除了说他之前有借工厂 像那个拍ECFA 或者说他对ECFA有些不同的那个 说他拔庄对企业界来说比较沉重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 像之前我们那个竞选总部有讲那个 五套到八套的中共驻马选举的那个剧本 对不对 里面也很多是产业 那过去一段时间尤其许文龙 这个是最定限的历史 你现在如果只要有是两岸的企业 不是说在只在台湾的本土企业 你只要两岸企业一碰到你挺绿 其实他们都不希望被爆 我觉得这点是民进党必须要注意 就是说这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西晋的产业 那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支持民进党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你两岸政策 是不是让大家放心 那所以像这样自由时报做了 我认为这个的确他的确有蔡英文的意思 但他不愿意曝光 他后面压力会非常大 不只是从台湾内部 他有些可能财团单位会怕说 政府会差税 那边会怕共产党就不可以跟你落单 会怎么样 所以他就必须要出来讲另外一种话 这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我们在接触上 这次选举是这样 你就慢慢的希望说 他们私下投给你就好 你让他们浮上台面 我觉得对于大选来说 对他本身的企业发展来说 并没有好处 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不要健烈欣喜 因为我在看到那个头版新闻的时候 我认为跟大选的有连结 就是说民进党就 蔡英文当选就概括成说X档 因为这是个私下会面嘛 如果说你说蔡英文方面没有人讲 其实自由时报不可能知道吧 这个后面的故事我就不晓得 因为他做成头条 自由时报难道说 人家提供给你就敢做头条 我不晓得啦 但是一旦做那么大了 然后影响到那么大 我觉得工会跟他的成员 跟他那个卫理事长 他一定会害怕的嘛 对他后面的效应 他无法收拾的时候 他只好来讲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这一点是 我觉得接下来的选举行程里面 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蔡英文讲 伤极无辜的部分 我认为是这样 民进党跟蔡英文主席 自从那个水果月曆 那这个情势转变低迷 选情变低迷 然后再加上 这个上个礼拜六的辩论 他没有占上风 那想到下一波的高潮 应该是礼拜六的辩论 那这里头有六天 这个六天一定要好好处理 不能当天有空档 而且应该要把气势再拉回来 所以他继续走台十七线 那我认为 彰化的民进党的候选人 一定有运作 就做这几个拔装的 植挖业也好 政长也好 这个我想 这些参选人 一定有在运作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昨天本台的节目里头 包括唐湘荣在内 就大声踏法 说你民进党正不聪明 如果人家真的豪意挺你 你把人家践踏到成这个样子 要叫人怎么做 那现在我觉得显然 这个蔡英文主席 今天的讲法 跟昨天整个党 或者整个总部的想法 我觉得显然有 不一样 转向 完全不一样 有变调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他们有讲说 这个访问的 是对媒体没有开放 是啊 所以这个摄影 媒体应该是没有这个照片 不知道 那这个照片谁给了呢 一定是民进党方面给的嘛 那而且头版头条 我觉得 民进党知情的人 晓得明天这件事情 是头版头条 说不定都还很兴奋的 但是呢 他后来看到情势的转变 如果这个不适可而止的话 会变成第二个 水果月立案哦 会变成 什么叫水果月立案 叫适得其反 叫做商吉无辜 对 就是你坐得过火 适得其反 所以他今天转向变调了 变成低调了 但是我们必须讲说 大家都把他看成把装 但是呢 就算是把装的话 他的板块很小 他能够影响的人口 非常的少 我觉得倒不如是说 这个选期第一名的 这一段空档期里头 这个对民进党 他们期待的 是一个文宣上的气势 把他拉拔起来 所以探视组织战 我倒是认为 这是一个文宣战的效果 但是显然 他们又 又挖回来 又挖回来 因为不宜 不宜做得过大 因为他们怕 这个效果是相反